我要一個中杯的紅茶拿 25歲的李霜其實是一位口氣患者 但她的生活跟我們都一樣 只是偶爾講話比較緩慢 不過大多數的人都不了解 到底什麼是口氣 我想到我說話的流暢 大家都喘 不管它是用什麼方式呈現 像我說比如說我的聲音會卡住 或是我說話會重複 會卡住會拉長 根據研究統計 5%的孩童會在2到4歲時出現口氣的症狀 其中80%會在半年到一年之間自動痊癒 其餘20%則會伴隨到長大成人 目前全台灣就大約有20萬名口氣者 當口氣嚴重影響到社交或生活 口氣者就會選擇就醫 了解說話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整個呼吸的氣流 身帶的震動 還有供應器官的放鬆 讓他去體驗 像這樣了解發音的治療 其實是有成效的 口氣者沈柏林就是最好的例子 從沒有辦法和別人正常社交 到可以對達如流 一路回來的過程也讓他有些體悟 非口氣者對口氣者 國善然後尊重包容 有耐心一點之外 我覺得口氣者自己 比較勇敢的自我揭露 面對口氣朋友給予包容及耐心 用開放邀請的態度 引導他們做自我揭露 因為口氣者也值得擁有正常的生活 記者現在傳聞萬一入採訪報道